引起肺动脉高压的因素有哪些? 高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肺动脉高压是在平均压力20以下 我们说肺动脉高压是正常的 那么平均肺动脉压力超过20了就叫肺动脉高压 那肺动高压也分了好多种 那么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左上右分流会导致肺动脉高压 那么这种我们现在因为大部分都通过早期手术 可以解决的 但是这个因为卫生条件的问题 因为这个个身这个自体对这个疾病的认知的问题 我们临床现在碰到很多 比如现在我们在医院碰到很多孕妇 他过去有房间个缺损 有时间个缺损不知道的 那么现在怀孕了出现问题了 那么一侧肺动脉高压了 像这种事情呢 我们给病人建议就是需要 可能尤其在孕期就可以做心脏手术 把这个缺寸补掉就没问题了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呢 就是我们晚期一些肺部的积患 导致这个肺动脉高压 大家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肺心病 就老曼之肺心病 那么他因为肺部的积患 那么导致全身养合也不太好 肺的这个阻力比较慢 逐渐增加以后来 那么出现肺心病了 那这个时候的肺动脉压力也会逐渐的增高 像这种压力的治疗来实际上是很困难 专家提示 肺脉压力也会逐渐的增高 治疗很困难